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真言十九章第八节 所罗门说 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 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 葛佩里牧师说 圣经指明我们现今在哪里 不但这样 他也指明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到哪里 愿神用启示的真理 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 教我们得智慧 得聪明 在主里长大成熟 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复活的生命 我们思想 复活的生命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 猎王纪下 第四章 十八到三十七节 猎王纪下 四章 十八到三十七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从太阳出来之地》 从太阳出来之地 直到日落出的那边 就一米 当在美底 从太阳出来之地 直到日落出的那边 在美底 那边 主的米 当在美底 赞美主命 神明来的要赞美 赞美主的生命 赞美主生命 从今时 直到永远 赞美主的生命 从太阳出来之地 从太阳出来之地 直到日落出的那边 主的米 主的米 当在美底 从太阳出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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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日落出的那边 赞美主的日落出的那边 赞美主的生命 赞美主生命从今时 直到永远 赞美主的生命 猎王记下第四章 十八到三十七节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他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他父亲对仆人说 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 交给他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晌午就死了 他母亲抱他上了楼 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他丈夫说 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 丈夫说 今日不是月朔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他呢 妇人说 平安无事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 妇人就往嘉密山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地看见他 对仆人吉哈西说 看哪 书念的妇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他 问他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他说 平安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吉哈西前来要推开他 神人说 由他吧 因为他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妇人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伊丽莎吩咐吉哈西说 你竖上腰 手拿我的账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账 放在孩子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伊丽莎起身 随着他去了 吉哈西先去 把账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 伊丽莎回来 告诉他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伊丽莎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他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他下来 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伊丽莎叫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于是叫了她来 伊丽莎说 将你儿子抱起来 妇人就进来 在伊丽莎脚前 抚扶余地 抱起她儿子 出去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列王记下四章十八到三十七节 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 请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 经文书道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她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她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复活的生命 在列王记下四章十八到三十七节中 记载了伊丽莎是一个孩子 起死回生的故事 基哈西 虽是伊丽莎的仆人 但是她却无法医治这个断了气的孩子 因为这样的神迹 必须靠着伊丽莎亲自按手 把生命气息 重新注入那冰冷的肢体 伊丽莎口对口 手对手 眼对远地浮在孩子身上 唯有如此 神才能让生命再次回到 这个孩子的血脉里 如果我们盼望能借着主耶稣的生命得生命 如果我们想体验 祂的丰富和祂医治的能力 那么 我们必须先与从死里复活的救主 有个人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接触 否则 我们一些的努力都会白费 一般而言 我们经常依靠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或是我们自己过去的成就 有时 我们甚至 倚靠理智上 我们所相信的道理 然而 我们的灵若不与基督 好而为一 就难以期望 爱心 以及信心的增加 更无法借着他 变成一个满有爱心 或是生命更新的人 我们灵力和身体上最大的需要 乃是亲自认识耶稣 时时与他接近 永远住在他里面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复活的生命 这个题目 旧约圣经 列王记下第四章所记载 预表基督的先知 以丽莎 让书念妇人死去的孩子 从此里复活的方式很特别 是祈祷耶和华 上床 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圣经说 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他下来 在屋里 来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以丽莎所做的可能是 口对口 完了之后 眼对眼 之后 手对手 以丽莎为什么那么做呢 相信 是神的启示 圣经说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表示孩子活了 只有活人 才能睁开眼睛 神的救恩 临到我们 使我们得着 死而复活的生命 葛培里牧师 曾经见证 虽然自己 生在基督教家庭 但在十五岁以前 他却是完全 抗拒信仰 不把神 把圣经和教会 放在眼中 然而 某天晚上 在一场步道会里 神的灵感动他 他将自己的生命 消脱给 耶稣基督 主给了他 一个权限的方向 他说 之后我的学业成绩 变好了 我对人的态度 不同了 我开始 放下自己的方式 改为寻求 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因此 变得十全十美 但是生命 却有了改变 他说 我到世界各地 接触过许多人 从未遇见过一个人 后悔 将自己的生命 交给耶稣基督 孙大忠信的主 感到自己的心智 与以往不同了 因为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他是我的主 是我的神 我要敬畏他 顺服他 信靠他 爱他 以他为乐 神是真神 是活神 他必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 主应许 他来 是要叫他的 阳得生命 并且 要得得更丰盛 这是真的 苏大忠跟过去 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的生命 不再是 以自己为中心 而开始 以神为中心 经历它 葛佩里牧师说 一个已经重生的基督徒 看人生 不再是模糊混乱 毫无意义的一团 而是 有计划 有目的的一个进程 因为 眼目已开 能看到 属灵的真实面 救恩是处于耶和华 人的得救 不是靠自己想办法 自主天路 而神自己显明 他救人的办法 借着众先知 指示万国的民 使他们信服真道 诗篇98篇第二节 世人说 耶和华发明了 他的祭恩 在列邦人眼前 显出公义 罗马书3章27节 保罗说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用信主之法 是照着神的指示 祂的爱子 耶稣基督这里来 得生命 神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了儿子的模样 使得儿子 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 得荣耀 神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地来 我们只要在祂的这一中 尽心竭力 就是成功 其余的都在神的手中 一位刚信主的女大学生 这样形容自己生命的改变 她说 当我信靠耶稣基督得救以后 神好像从天降临 赐给我一双心的眼睛 是我能够了解 属灵的事 主把自己的生命 融入我们里边 使我们有祂的心意 祂住在我们里面 变化一切 使我们能够爱祂所爱的 乐祂所乐的 忧祂所忧的 想祂所想的 苏纳中信的主以后 很盼望能更认识主 能够以主美好的旨意 作为我的心智 一个有永生的人 他跟耶稣的心是相通的 在基督里 他是新造的人 那位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起初怎样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怎样定义把光暗分开 起初圣灵 怎样运行在水面上 今天 神也记得圣灵运行 在我们这些 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心里 使我们的灵性 从空虚混沌 冤冕黑暗 被建立成一个 有序的美丽新世界 这是神在基督里的 新的创造 保罗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主在地上的时候 跟自己 跟神 跟人的关系 都是完美的 他的生命是我们的 我们众人既然 敞着脸 对于看见 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 变成的 这是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三章十八节 所说的 但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不能 只要永生 生命却不愿意 被主转化改变 因为 这就是永生 当人们看见 我们生命的改变 就见证 我们有永生 也见证神的国 是在我们中间 生命的改变 心意的更新变化 不是凭着我们自己 而仰望神 赐下恩典和能力 主已经胜过死亡 为我们死而复活 他来 要把复活的生命 赐给我们 叫我们与他 一同活过来 他是落在地里 死了的那一粒麦子 我们是 从他结出的 许多子力 他笑我们吹气 我们受了圣灵 借着圣灵 就是使他从死里 复活了灵 我们领受他所赐 前所未有的 复活的生命 他对我们是 何等宝贵 约翰·魏斯里的弟弟 很会写圣诗的 查理·魏斯里 写着这首圣诗 诗里他说 耶稣 你是我的一切 是我劳苦中的安息 是我痛苦中的安慰 是我破碎心里的良药 是我征战中的平安 是我损失中的得着 在暴君的横眉下 你是我的微笑 是我在羞辱中的荣耀和冠冕 在匮乏中 你是我丰富的供应 你是我软弱中的大能 是我在束缚中的完全释放 在撒旦最一万的时刻里 你是我的亮光 你是我愁苦中不能言喻的喜乐 是我死亡里的生命 是我地狱里的天堂 我觉得写得真好 因为有主耶稣 我们的心得安慰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却必欢呼 因为有主耶稣 生命更美好 有明天的盼望和属天的平安 首先的亚当 吃了神所吩咐 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 吃的日子 他里面的人已经死了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幕后的亚当基督 全然顺服天父 为我们死而复活 神的救恩就临到我们 以福所述二章一节 保罗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我们里面的人先活了过来 教会是一个 让我们适应和操练新生命 学习在属灵的征战中 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的地方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约翰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请留意 我们要和主内肢体 弟兄姐妹相交之前 要先与父 和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 许些爱主 体贴主的心意 然后再彼此分享 我们跟主心意相通的成果 就不会去论断人 而追求相爱 追求和睦 和一的心 是圣灵所赐的 若是没有主的眼 主的手 主的口 主的心 你把老我带来 我也把我的老我带来 结果就会因为缺少 共同的基础 不能达到 美好团期的果效 但我们若顺从圣灵 就能和睦同居 就能把神所命令的福 黑门的甘露 就是永生 展现出来 降在西安山 出信容易 但坚信难 出信的圣徒 要知道 他们的罪 确实已经得了赦免 对自己得救 要有把握 信主多年的信徒呢 要更加可慕认识主 在追求圣洁和尾身上 要更有长进 虽然信主多年 但在蜀连的追求上 不能放松 依然是敬畏耶和华 思念他名的人 英国解禁王子摩根说 有合一的灵 就不可能有纷争 有不变的爱的法则 就不可能有败坏 有复活的生命和亮光 就可解决一些难处 如果没有这种 复活的生命展现 效果的氛围 就是死气沉沉 听起来 基督既然在释迦上说 成了 就让我们有信心 每天从主那里 知取所需要的能力 仰望赐诸般恩典的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 带领和动功 他既然借着圣灵 感动我们 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既然借着圣灵 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 他就必成全者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 保罗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基督怎样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 我们一举一动 也要有新生的样式 以丽莎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 我们若愿意让主 服在我们身上 时常亲近他 心里就会保持火热 唐重的牧师说 因为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 他复活的生命 就可以充满每一个人 请留意 以丽莎所做的 吉哈西不能做 亲爱的朋友 你在死人中间 是找不到可以给你 复活的生命的 只有那位在自己有生命 可以把命舍了 也能取回来的 耶稣基督他能够 而你愿意与他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领受他所赐的 复活的生命吗 愿意让他的灵 充满你吗 愿意像苏大中这样 爱慕他 渴望跟随他 常常感受到他的同在吗 请你恭敬地回答主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活着 他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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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嫉妒在我里面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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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何等其妙 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一同藏在神里面 父啊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着你的恩典 有了称义的地位 儿女的身份 你还要记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把我们在爱子里恢复过来 叫我们能够行义 主啊我们越认识你 越把我们的口 我们的眼 我们的手交给你 与你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你的美完全取代我们的不美 你的容美就归于我们身上了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性情 时常缺乏你的柔和谦卑 慈爱善良 愿你洁净我们 坚固我们 使我们稳定地走在成圣的道路上 愿你在我们身上彰显 十字架的大能 使人认识神的能力 将荣耀送赞归给父神 父啊 但愿你在教会中 并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日代代 永永远远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